他抵達洛杉磯的時候 上遊覽車的時候 現場至少超過七八百人 其實美國很多警察 一開始本來沒那麼多人 警察在問說誰誰誰誰來 這個人到底是誰 怎麼會這樣 後來趕快緊急加派 四部警用摩托車 直接借護民敵開道 不然的話那個交通 可能會打劫堵塞 所以連美國警察都被 寒流嚇到了 覺得怎麼會出現 這樣的狀況 你說這個擠 真的會擠到衣衫不整 對 真的 我跟你講 我們甚至有記者 直接褲子都被扯破 真的非常誇張 那個是已經形成一種 類似暴動的一種狀態 但是晚上又出包了 出了什麼包 本來他要跟南嘉玉山協會 然後有舉行一個晚宴 很多人都很期待 據說很多人是從很遠的地方 跑過來看他 結果臨時取消 取消告訴我們的原因是說 加芬姐因為坐飛機 暈機 當時我就覺得很奇怪 加芬姐暈機你可以來 加芬姐在飯店休息 因為大家主要是想要看韓國瑜 結果後來爆出來 真正的情況是什麼 他其實是放鳥 他真的是放鳥 把大家都放鳥了 然後改跟他40年多年前的 兒時玩伴餐序 我是覺得當然人很重有情 也很希望大家這麼多年沒見 可是畢竟是原先已經預定好了 這些行程 我相信可能韓粉因為這樣 對韓國瑜本身熱情不解 可是我覺得 韓國瑜如果你真的有雄心 想要挑戰2020的話 很多這種細節真的還要釐清 不能夠再讓太多人失望 沒錯 我不知道韓粉在不在意 或許很多韓粉對於韓國瑜 放鴿子是不在意的 而且很多人可能會幫他解釋說 還是要吃飯 放還是要吃 是不是 我覺得這一趟 我們從兩個層面來看 一方面是說 這一些僑胞歡迎 熱烈歡迎韓國瑜的程度 這個真的是也創了這個 藍營政治人物裡面的紀錄 過去其實馬英九也非常受歡迎 但是馬英九受歡迎的程度 跟韓國瑜這次在LA激進暴動的 這一種擠的情況 就是說無論如何 要見上他一面的這種情況 這個大概有一種程度上面的差別 就是過去歡迎馬英九 大概就是很有秩序的排排站 然後一樣是揮舞 這個不是 這個叫做爭先恐後 就是想要去看韓國瑜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韓國瑜的非典型 就是大家想要目睹 這個非典型的藍營的政治人物 搶著看禿頭的市長 這個是好的一面 就是說僑胞的這種觸擁的程度 熱烈的程度非常的棒 但一方面考驗韓國瑜是說 他整個的團隊 包括這整個行程的安排 這個其實是一場長征 過去他在這個比較近的港澳 或是到大陸 這個是短征 就是說距離近 韓國瑜本身沒有時差的問題 或者是說這些路線 可能稍微都是比較可掌控 比較熟悉 但是你一旦整個團隊 拉長到美國去的時候 其實大家就要有心理準備 就是時差 氣候 還有就是你對當地的熟悉程度 這個都考驗整個團隊 可不可以在整個環節的安排當中 避免這種錯誤 或者是這種誤差降到最低 從這個在波士頓沒有辦法到早餐 的這件事情 其實很多人都會有一點點質疑 質疑的地方是在於說 照道理來講 其實一個專業的這樣的一個出訪團 你任何的在這個 都有一個前線的所謂採線人員 採線人員就是說 從這一點到那一點 它的路線 你一定是很精準的掌握是怎麼走 所以即使你遇到一個很兩光的司機 其實照道理來講那一台車上要有一個 是事先已經踩過點 他知道路線怎麼走的人 我就有點納悶說 為什麼這一次做了四五十個人 整團的人在裡面 怎麼沒有一個當地很熟悉 波士頓路線就是說從飯店 到這一家餐館這麼近的距離 這樣的一個人跟在車上 去指揮司機 因為過去其實我們都有出訪的經驗 一定車上需要有這樣的一個人 因為你真的你司機來 你不太知道他的背景是什麼 所以你再加上這個 這個叫做雙保險 就是說當司機不懂的時候 因為你自己採線過一遍 你會指揮司機告訴他說 不對 往哪邊走 因為有傳出來 其實從僑胞的群組有人說 因為當地有在做修路 就是有捷運的施工 但那個捷運的施工 也不是因為韓國瑜去才開始施工 是本來就有這一個施工的工程 所以就是涉及到要繞路 那就涉及到說 前一天到底有沒有工作人員 去做這個裁線的規劃跟動作 顯然這一個部分 並沒有做到位 今天這個是一個早餐會 你能想像如果今天這是一個 可能很重要的 美方的眾議員在現場等 然後你告訴對方說 因為我到不了 因為司機迷路 我已經一個半小時 你哥只能說放就放嗎 對 我覺得那個 都是會讓對方沒有辦法去接受的 因為還好這個是僑胞 所以大家在情感上 都比較快接受 但你要想像如果萬一是 是美方的官方人員 你說你迷路了 整團人都迷路了 大家一定會覺得說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一個失誤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 其實是給韓國瑜整個團隊 也從這一次長途跋涉當中 你會遇到的狀況 各種狀況你都必須設想在裡面 然後要從這邊 得到一些實質的學習 要不然將來韓國瑜如果說 真的要角逐2020總統大位 你知道他現在是全國 這麼受關注的一個人 他任何的行程 其實出現這樣的失誤 是不應該發生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 是整個團隊必須把握的 你說另外一個 我覺得是早餐的失誤比較大 你說另外一個晚餐 這個部分 這比較情有可原一點 因為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包括韓國瑜也好 這個嘉芬姐也好 他們兩個可能都有一點 長途跋涉 有點這個 適應上有點不良 所以身體的狀況都不好 你如果說身體狀況不好的時候 硬要去出席那個 他也是個私人的晚宴 但是對方都是企業家 你可能在現場 你會有那個壓力 然後你又要公關 然後又要跟大家寒暄 然後可能要逐一拍照 你知道那個就是一個 相對比較公關 有壓力的行程 當他身體狀況不佳的時候 他改由是市府的 因為葉匡時也有去 他也是副市長成績的 他帶著其他的人去復驗 我覺得還說得過去 現場氣氛就差了很多 對 然後他改 他改就是說 因為身體不舒服 然後就是 所以用跟自己的朋友的聚會 因為朋友可能給他一些打氣溫暖 他這時候需要是這個 可能不是一個有壓力的活動場合 韓粉可以體諒 韓粉可以不在意 但是韓國瑜不能不在意 包括大家講說 如果接下來他真的要 假如2020總統大位的話 你的團隊在這個部分 是不是應該要更謹慎 更上緊發條 尤其像是迷航季 這個想怎麼看 你都會覺得 幕僚是不是該打屁股 其實主要的原因 還是因為短的時間裡面 行程排層緊湊 所以只要一個有閃失 其實後面可能都受到影傷了 當然這幾天有一些狀況 我今天上午來錄影之前 傳了一個訊息 給其中一個隨團的友台記者 問他之前狀況還好嗎 他只會有四個字 叫做我快暴斃 大家就可以想像一下 不只韓國瑜累 隨團的人也很累 但是你反過來講 隨團的人都累成這樣 何況是主角本人 還有全英文的演講 還要給大家問好問滿 然後還要來僑胞的這些餐悔 所以其實他本人的疲累程度 真的是可想而知 最主要的原因 還是9號出發 17號回來 8天的時間 光是餐會就排了 6 7場的僑胞餐會 當然這市長本人的人氣爆棚 然後桌桌都爆滿 當然花的時間就會比較多一點 可是真的也太辛苦了 就像出問題的這一場 晚上餐會吃完 早上早餐會也要 對不對 吃完之後還要馬上去搭機 就環環相扣 只要一個東西吃了 接下來可能連環都受到影響 說真的就是 一般的大型餐會 3 4個小時 這個主角參加完之後 可能就回去休息了 隔天不一定會排行程 前一任的高雄市長陳菊 我也曾經隨團一起去採訪過 到日本熊本去 還沒有什麼時差的問題 因為跟台灣只差一個鐘頭 通常他的行程散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嗎 我們去參加他去熊本鎮宅 其他的時間我還要去報導一些 熊本的觀光跟美食 因為他的公開行程太少了 發不出新聞 所以說實在 這個隨跟著韓國瑜 這次去美國採訪的記者 真的是信也不信 也是 含金量很高 不用像我們當時跟城局出訪的時候 還要去做一些當地的觀光 然後或是美食這些新聞 因為光是主行程就跑不完了 可是跟這樣的首長出去 當然也是體力跟意志力的考驗 其實比一比大家很清楚 2015年蔡總統還是黨主席的時候 他也到美國去 那時候12天跑了6個城市 大家就說這叫鐵人行程 可是實際上大家如果仔細去看 他那個12天裡面 餐會多半都在晚上 白天幾乎就是不公開行程 或是小型的會面 因為大家都知道體力就那麼多而已 市長當然清楚 在美國有很多熱情的支持者 盡可能希望滿足大家 所以行程排好排滿 可是一不小心 就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剛剛委員也講了 就是希望他們以後 在行程上面可以有一些調整 我相信高雄市政府裡面 有很多資深媒體人 今天看到這個狀況這一回之後 我相信他們知道 如果下一次再去的話 要怎麼樣做適度的調整 不過我是在想 如果下一次去的時候 還是長已經換了一個身分 那恐怕又要另當別論了 然後 應該掉了一個事件 但你們在暫時